现在呢可是这个一年当中 挖野菜的最佳的季节了 但凡啊有些这个闲暇的时间 我们很多这个小伙伴 都会邀着大伙一起啊 隔三差五的 咱们就去这个野地里 来挖挖野菜 哎呀小白那可是 我妈啊都堪称是什么 行走的野菜挖掘机 只要给她一片荒地啊 她就能找出可以吃的当季野菜 嗯说的没错 妈妈们好像总是能找到 各种各样的野菜 只要你问 那作用肯定就都是统一的 就是对身体好 嗯虽然说这个野菜啊 它是一种美味 但是啊有这个很多地方的野菜 那咱们可是挖不得了 而且这个野菜啊 也不是随便吃的 有什么讲究呢 咱们一起来听听 专家老师是怎么说的 今天早上 我在这个外面散问的时候 那么已经看到这个 在路边 已经有这个老百姓在这个挖野菜 拿个小刀 那么戴个小帽子 挖野菜 但是那野菜确实你都 你可以采用 但是问题吧 在这个尝试路边上去挖野菜的话 还是不提倡 为什么 第一个野菜这个卫生条件 包括一些这个汽车尾漆啊 空气污染啊 那么这些这个野菜 在这个一些卫生条件上 可能要差一些 所以说尽量 如果想挖野菜 可以到这个稍微远一点呢 那么现在龙顺地 没有开开根 那么去采点野菜 也很正常 在我们四边上有一些 这个小的山 山丘啊 他们这个挖野菜都 也都不错 也都成熟 开始 可以用 所以说这个 尽量不要在室内路边 有一些小区 那么最近 因为这个疫情 一些环境消毒啊 那么对他们 是不是都有影响 也很难说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人们采三野菜的书 应该根据自己的 这个身体状况 比如说 有人愿意用这个叫苦菜的 有的普通鹰 那么这种其实 对一些身体阳气不足 对一些这个虚寒体质人 其实偶尔吃的可以 但是吃的过多 可能会对人体阳气 正气是有水伤的 当然如果一些春季上火的人 经常有这个口汗烟灶啊 嗓疼啊 也可以用 也没问题 但是一定就是书意 跟体脂 一定要有关系